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整理的格局当中股票两种 一种是横向整理的形态 一种就是突破形态 突破分成往上跟往下两种 最近这五年来 除了几次比较特别的 拉回长达1000点的行情当中 90%都是往上突破 因为最近这五年来从欧债以来 现在今年2017年 所以从2011年6609 欧债结束以来 也不算结束了 欧债风暴的高峰以来 就是那个时候不是拿了很多东西下泥吗 然后又有人把国债降频 然后又弄到什么日本海啸 大概几个大利空 全球的利空 集结在那边打了一个6609 从6609以来到现在 大概差不多也4000点 这当中大概只有一次 也就是两年多以前 有那么一次 来到7203 剩下几乎所有整理形态 全部都是属于往上突破的 任何拉回都只是 让你买的而已 那这就是多头格局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 时间线往上弯 那我跟各位讲过 时间线往上弯 多头至少走个七八年 不管你认不认同 因为现在 其实投资人最大的想法 跟争议是觉得说 景气明明不好 为什么股票要一直涨 对不对 这是大家最大疑问 很多人都觉得景气明明就不好 股票为什么要一直涨 但是这个疑问就是 我可以跟我讲非常的简单 因为景气不好 是国内部分的行业景气不好 但是景气不好的行业 外资不会买 外资买的是景气好的行业 Apple那些股票 对吧 这就是一个全球趋势 你看国外其实也是这样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任何拉回 这次也是一样 在整理形态的过程当中 遇到美国股市大涨 今天就容易开高出现震荡 那沙尾盘的目的何在 让部分追进多单的 或追进股票的人感觉到痛 下一次反攻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变成一个福额跟筹码 因为他们会被迫而停损 那这就是一个可以说悲剧吗 还是说一种必要之恶 因为现在的量不如以前的 那大部分的股市操作者 又经过了很多媒体的教育以后 对于市场的经济循环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其实自己有一套见地 那你要怎么让这个盘式上去呢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看多的股票是不会涨的 他一定要有一个看多跟看空的冲突点 你才会有成交 每个人都看多大家都不卖 你根本不会有成交量 一定有的人想卖 不管你是获利表结想卖 或者是说你要用钱想卖 你要换股想卖 任何的逻辑原因都可以 一定要有人卖 然后有人追进去 才会有成交价 否则的话永远不会成交 比方说一档股票 内资外资全部都看好 大家都不肯卖 认为你还会再继续涨 那我跟你讲 今天一张成交量都不会有 所以任何的交易 一定是有人想卖 有人想买 你才会形成交易 对吧 那在这种整理格局当中 像现在就整理格局 有没有 我们来举个例子 整理格局当中 遇到美国股市大涨 就会开高震荡走地 那拉回有分好几种 像这种是属于格局比较大的 大概差不多花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来看这个 拉回来几天 把我们拉近放大 三天 有没有 是不是三天 三天嘛 那注意一件事 看清楚 这个拉回撤哪里 撤过去的前高 对不对 是不是过前高 那几天 1 2 3 继续涨 那再来是这里 对不对 带了一个缺口 他撤哪里 撤前高 守住了 对吧 是不是回撤前面的高点 前面的高点原本是压力 现在越过变磁城 这概念很容易懂 假设这里是三楼的天花板 这里是四楼的地板 回头会踩一踩 稳住了 就上去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这一波从哪里发动 这里 会不会踩 如果踩到这里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我认为很多 今天创新高 流上影线的股票 未来的三天内 会死人踩 我讲话比较直接 不是为言耸听 股票其实就谁在赚 你知道吗 低档有布局的人在赚 你股票只要涨上去了以后 开始在震荡 追着都赚不到钱 像今天的文贸 像今天的普瑞 包括今天跌停的锐利都一样 对不对 就像最近大家都在骂的大宇之 我说一句公道话 他虽然跌这么深 讲一句实在话 他虽然跌这么深 他今天又跌停了 大宇之 大家在骂似他跌这么深 可是我说一句公道话 你如果能够在175买进 260块全部出清 你是赢家 你错只是错在于说 你往下 你是买在高点 或者是说你往下来借 你如果是买在这里 出在这里 你是OK的 你没有错 那我要表达一个什么重点 就是说 所有的股票你买在低档 都是对的 只要它涨上去 错是错在你往上追 你涨了很多以后你才追 股票本身我倒觉得 虽然股票涨多 包括我们锐利金也是跌停 对啊 因为股票涨多一定会震 所以我们只做一件事 就是低档买股票 那买起涨点 就像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如果他测到这一端的话 因为你回测 你有可能测两天 测三天 像这里是测几天 你这边帮我们拉近 我看一下几天 一二三四五 四天见低点 然后呢 第五天指纹 所以现在几天了 严格讲起来算几天 一二两天吧 两天 这根其实不太算 因为它是红的 你知道吗 算两天了 这根拉回是突发的嘛 两天 那如果是测五天呢 到下个礼拜 那你现在问题 看它测的多深 如果它测到这里的话 很多股票我想应该会很痛 那问题是这一根开低走高是起点 对不对 起点 所以这一根一定会先挡 最强势的就是这一根红棒不破 次之就是守这个缺口 那你如果这里失守 那当然这个就结束了 想太多了 不会啦 你看低点是越来越高的 有没有 所以你在这一次拉回 几个逻辑嘛 第一个 拉回来是买的 拉回来是用来买的 包括这次也一样 拉回来是用来买的 那股票如果都这么简单 世界上就没有穷人了嘛 拉回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什么 失败的股票做投 成功的股票 涨下一波嘛 所以同样的这一次拉回一定也一样 很多失败的股票 准备在未来一个礼拜做投 会回非常深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就知道我们双股策略的厉害了吧 对吧 来到这种时候 你就知道买好股票的重要 你不能手上的股票全部都是妖股 是我台湾独创的 昨天很多人来问我说 郑华你怎么想到的 我想了三个月 我是为你们想出来的 如果是我自己在做 我不需要那么麻烦 这一招是专门为你设计的 一档大的配一档小的 天下无敌 我告诉你 好那我们来看瑞丽 一定很多人想问我 因为消息出来 有人去问这个 总而言之 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人去问 就是有人去问了他 那时报的记者就说 讲了一大堆 这时报你自己去查一下 那这个有一位蔡震源先生 我先讲一下 跟我是无关的 这个名字虽然很像 那我们只是把这个新闻念出来 发表声明说 这个闽石呢 并无收购的计划 这针对瑞丽 那因此呢 瑞丽就跌停了 那这里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当时买进 是不是因为 明石 我们才要买进 并不是 所以我们看好 这个国内的汽车零组件 然后 当时因为 股价才在六块多 那后来又发生了一个 公告 对不对 见信 对不对 任董事长 这个 这位先生 对不对 的确 新任的董事 那见信本身也是什么 汽车零组件 所以我们看好 国内的整个汽车零组件 至于他有没有被谁入主 其实 那并不是我们看的重点 也并不是因为 我们当时看好的理由 所以我的逻辑很简单 你长多了就是要正 你从这个地方开始长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位置开始长 就这一根 六块多 那你买了低档的 会不会怕 今天跌停 你可能心情不是很好 但是 我认为还在接受范围内 你毕竟涨了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七根 八根 九根 快要十根的涨停了 你让它回一根 我想也无可厚非 那因此的话 你就是不要追就好 所以所有的股票都出在你追 所有的股票会产生悲剧 就是在于你追 那你说 老师如果说你这个手上成本是七块半 这附近 那你今天一根震荡 你会不会受不了 你手上有连电 你怎么会受不了 你昨天连电买了四百张 你不会受不了 这就是我讲的 你要有两档 你不可能所有的股票都是要果 所有的股票都要求它天天要飙 你手上有一档连电你就稳住 你的军心你就稳住了 那你锐利成本又低 你就先让它震一震 我看这个要震了个几天 一短时间之内大概不会 谁也不敢去直接把它敲个多少 就把它买起来 也没必要 人家毕竟是走了一个N字 你就让它 像这个地方整理多久 两个 一个半月吧 不到两个月 你这边在让它整理 对不对 现今你在整理 现在大家涨多了都在整理 对不对 可是你从低档涨上来的股票 就没有什么差 对不对 没有什么差 所以你终究还是要有一档好股票 稳了就有条件去冒险 这个我 我再举个例子 你看像鸿海 当时在这边 101块 101块 对不对 那你 拉上来了以后 你就有本钱去冒险 是不是 所以 那一天很多人 很疑惑 看我们的节目说 蔡老师的那个汉逊 谁敢买 当时刚过高 那我就跟 很多人这样子讲 白小姐就敢买 为什么 他鸿海有30张 30张成本都在 100几这里 他当然敢买 因为他有两档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双股策略 就是 一档大的配一档小的 这又再一次证明 对不对 当小的股票在震荡拉回的时候 大的股票表现 当大的股票在震荡的时候 小标股会涨上来 那今天很多股票 其实如果说你 如果你没有这种系统性的策略 像我们这个算是系统性的策略 我们打从一开始设计上就是 一大配一小 就是一大配一小 大的是让你稳住军心用的 你大的买在那个起涨区 对不对 就像昨天那个联电 一档拉上来涨停 今天还是开高啊 对不对 上礼拜的鸿海 买一档大的 稳住你军心 你就自然可以去冒险 你也才有那个本钱去冒险 要不然 假设你瑞利是昨天或 你假设是这几天才追的 我看你今天晚了 你怎么睡得着觉 早上应该砍跌停的就是那个昨天追的人吧 或是前天追的 你在这边买可能早上不计价就砍了 你就不要砍一砍哪一天又上去了 对 像像包括那个谁也是一样 你不要看那个大鱼之这样 这样股票我是没有做啦 那我太多人在讲我就跟各位讲 这个有时候你刷破底 其实我上次都会看一个东西 大鱼之这支股票 我以前也略知一二 你看他这边 从那个58块6毛一路涨到150这一段 这一段涨快三倍你知道吗 他很 这支股票很凶 凶在哪边 他实际上在涨这个第二段主身段的时候 他是把前一破的起上点跌破 你知道意思吗 你了解我意思吗 洗得很凶 这一根主要这一根 这个在拉回的时候 把这边追上去的全部都 你这个受不了 但是事后证明就是说 你当时如果从追到这个高点 一路抱到现在 你还是OK吗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当时追到这边 他把你洗破底 你怎么抱得住啊 那你 你这个会不会把你洗破底 或又刷上来 谁也不知道啊 他这个有没有可能像上次一样 洗破底 然后再刷上来 你看他这边把你洗破底 比方说 不知道洗上哪里 总而言之就洗到很多人停损以后 又把你拉上来 洗到很多人停损 又把你拉上来 这个你 就是说 不管你对哪一档股票再怎么熟 你一定没有办法忍受那种 上冲下息你知道吗 但是有一种方法你可以 就是 当你手上咬住红海 这样股票他慢慢慢慢的 慢慢慢慢的 就我跟各位讲嘛 你家里有一个贤妻良母 让你无后顾之忧 你在外面就可以打拼了 他就是慢慢慢慢恒长而久远 慢慢慢慢慢慢 就好像是我跟各位讲 你假设说你几年前 你就已经布好一个局了 对不对 你在台积电八十块的时候 你去买他三十张 到今天你平常就来回 操作一些小型股 就好你台积电三十张就永远抱着啊 一大配一小 他说老师我已经没有不可能啊 台电八十块已经过去了 所以你现在要 要做什么呢 你就是你要把现在刚刚转强的 好的优质的大型的股票 趁他在底部的时候 你先把他养起来啊 未来的一年里面 你有这一档在家里帮你稳住江山 你才能拿剩下的钱去拼命 你不能像你们老师一样 永远每一档股票全部都在拼命啊 没有那种搞法啦 今年拼那种股票拼出来 没有你看谁成功嘛 就我跟你讲的嘛 一档成功两档成功 第三档要你的劳命啊 不是这样吗 你每一档都拼的 第一档成功第二档成功 第三档要你的劳命啊 偏偏就是这一档股票 你没有买到的 对不对 涨的那一支又没有买到 然后呢 一档成功两档成功 第三档重压那一档 偏偏就往下跌 人之常情啊 都是这样啊 那我们来回头看探讯 这一次的主打嘛 对不对 瑞利既然上去了 就把重心回来这里 你看 昨天一根涨停 今天顺利又一根涨停啊 那我跟你讲 你汉讯哦 你汉讯 我跟你讲 你这次上去 你再来追 对不对 你就一定又会受伤了 因为现在全天下 都已经开始查 汉讯的消息了 就跟上个礼拜的瑞利一样 大家都开始在查了 今天一定所有人都在问 金钱到为什么有汉讯 所有人都在问啊 问题是你要想耶 你要咬 你是要咬在什么时候 发动的时候耶 你现在已经被人家拉 一二三四 两根长红棒 三根跳空掌停上去了 对不对 哪一天消息公布 原来是这样 我来追看看 一追就死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回头来讲 双股策略左右开工 这一招真的是厉害 你知道吗 我不否认市场上很多分析师 对于各个产业 各自有各自拿手之处 这一点我承认 有的老师的确是有点功利 但是要赚钱 不能只靠那个功利 很多事情 你必须要有个策略 你才赚得到 对吧 你像今天这种震荡 这么大的行情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你假设去追的文贸 你告诉我你明天怎么办 假设你今天去追在 170块半这边 你都不要跟我讲什么产业题材 讲什么有的没的废话 你10张就是买了 170块卡在那边 明后两天 三天之内 万一你能解套 你不出吗 你一定吓得飞走了 那重点哪里 人家已经长这样了 你去追这里 你说真的怪谁 老师我就是想要冲一下 我想说明天还有高点让我出 他这不是一个突破平台的 转详讯号吗 拜托好不好 底部到现在突破已经超过10次 底部的你不买 对不对 昨天告诉你 一行要转强了 有没有讲 没讲我不信菜 对不对 我跟昨天节目的最后还跟你讲说 要轮到传产了 信不信 今天就是买一行 这不是好公司吗 这不是低档的股票吗 这不是有很大的量吗 这不是跟着BDI一路上来的吗 今天一跟他上来 虽然没有所涨停 带出来至少有5%的空间 对不对 我讲过了 你来我一定先买一只大的 一定是二话不说 先塞一只大的 你如果不能够接受你的持股当中 有台积电 有鸿海 有联电 有家世达 旺宏 那你不适合 你300万的资金 就是先100万放在一档好股票上面 剩下200万我们来拼标股 你如果说跟我想说 你300万说哈 全部都要买标股 你去找别人 我不要带你去冒险 险你在你们老师那边冒的已经还不够吗 死的还不够惨吗 你在你们老师那边追那些 那些标股死的还不够惨吗 说实在的 你心里自己知道吗 假设你过去的两个礼拜以来 你认真的不用多 乖乖的有五张红海在手上抱着 你现在不羡慕吗 如果你有做这件事情 你标股就做得到 因为这是一个两边互相帮助的双股策略 一大配一小 一块配一慢 一个超级正规军 配上一台题材性的标股 双股策略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一下回来 过去遥望着想象 成为眼睛的真实景象 SENSO挑战你所不能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 你未来想做什么 如果你对未来感到茫然 找不到方向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 请不要停止前进 相信每一段经历 都是蜕变的开始 相信每个人都有改变的机会 从现在起 找到自己 找到未来 劳动部 劳动力发展署 桃竹苗分署 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 双脚走遍了台湾的各个角落 在齐来群山最高的部落里 我看见了赛德克族 改变的力量与另一种骄傲 赵峰国际商业银行 相信改变的力量 飞凡商业台 永远是您的最佳战友 准备好了吗 要不然您看我 不是啦 要你看58台吧 想看我吗 还是看我 不 是看飞凡吴彦祖 才不是啦 今天是要看芽芽的新节目 没错 就过来就过来 想要知道更多赚钱的秘密 记得每周六晚间10点 锁定新闻talk show 今天的震荡 我相信是在为了7月的行情做准备 7月行情还不错 因为你6月底这样刷下来 7月准备要上来 那我想会有更多的股票 对于以往大家所讲的这个传统的一些分析 我觉得各位就算了吧 那我结了几个逻辑 就涨多的你不要去碰 不管题材太好 你也不关他的事嘛 对不对 反正有这么多股票在低档可以选 那爆量的话 如果你是在低档 相对来讲机会就大 比方说就算你留上影线 可是你的位阶是比较低的 像那个今天那个谁 一行也是留上影线嘛 对不对 可是你看像文帽 他已经长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对不对 他留这个上影线 你就不知道要整理多久 对不对 文帽 那上一次也有一根 像这一根有没有 有没有这里有没有一根 上影线嘛 这里有没有 你回去查一下 应该是 时间上我忘记不太清楚了 三月底的时候 后来整理了多久 大概两个月吧 才又拉上来 那你总不能可能说 你追了被套了一只股票 你等了两个多月才解套 那你抱不住了 对照你去追高 被杀上影线 与其这样你还不如 趁杀低 去接下影线 这样才帅 你咬住了就把他抱着 一路等到他发动 对吧 大型股又不会乱跳 你什么时候看过 这些大型股乱跳 不会啊 他都乖乖的 你就低接 乖乖的 时间到自然就上来了 这种做法 用在双股策略上 那我们来看到 很多股票正在拉回 有没有拉回 那值得拉回 这个应该是前一波最强势的股票 对不对 慢慢再拉回 然后找到一个位置 适当的切入点 然后等待第三季发动 双股策略 一大配一小 然后一块配一慢 大的用低接 然后快的那一档 趁发动的时候做建立 这种做法叫做左右开工 今天看起来更能够适合各位 那么务必把握 明天周末 我们要帮各位建议 挡新股票 好好把握你的机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